OK,所以呢,生孩子的可不可以吃啊? 孕妇最重要哦,孕妇的血红蛋白啊,免疫啊,抗体啊 包括你们的这个胎盘素里面的这个羊水啊 还有一个哦,我介绍很有效的 你有没有听过孕妇怀孕的时候血糖很高的? 我跟你说,就用蛋白粉给她搞定了 听到没有,因为那个胎盘素所产生的这个黄体素 就会影响到胰岛素的分泌,或者是破坏它的胰岛素 蛋白质,有几个都是这样,在怀孕的时候没有吃药没有打针 生完过后变正常,听到没有 还有一个也是要上翡翠的leader 她的太太怀了五个月,医生抽样一看 哇,你的羊水不够哦,怕你的baby在肚子里面窃养 然后呢,怕他生出来是有窃限哦 你要有心理准备分分钟,要把这个baby拿出来 五个月拿出来,你讲伤不伤啊? 各位朋友,我跟他讲,你信他就好了 只要怀得到baby还会剃就可以了 羊水不够,很简单,大量的蛋白质粉 听到没有,所以他回去跟他老婆讲 他老婆问你的这个朋友会不会的 哇,他就厉害了 哇,这个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间怎样 哇,哇,哇,他就介绍,最后他老婆相信 现在这个宝宝已经一岁了,多可爱啊 各位朋友,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真正的事实 各位朋友,蛋白质吃不吃?吃 女人如果要吃,一定要吃蛋白粉 如果你还不吃,改天你老的就甘松重 皮肤又干又松又皱,还有人要吗? 你看现在的女人,二十岁像橄榄球 谁看到都要抱,对不对? 三十岁像排球,有没有? 就被打来打去 四十岁像什么?足球,有没有? 踢出去还要去 自己滚回来,有没有? 五十岁像什么?高尔夫球,一棍打干气最好不回来 男人是什么东西你要懂啊? 以前考你的事啊 你在哪里啊? 我在这里咯,哪里,哪里咯? 在什么?在想你咯 有沙婆相信咯 以前啊,连蚊子都飞不过去啊,对不对? 现在,放一个大象啊 是吗?听了,有没有? 甜言蜜语,冷言人语,不言不语 最后搞到你自言自语,有没有?